想把我昨天画的画送给台上的示威员 你还带礼物来了 好 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呀 慢点 慢点 转过来给我们看看 小朋友给我们看看 哇 画得好棒呀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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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送给谁呀 我想送给台上的书客 哦 要给书客呀 那工作人员帮我们递过来 还是让小朋友自己送一下 你来送好不好 来 送给你喜欢的开飞机的书客 去吧 来 给哥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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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要跟哥哥说一句 继续加油 好不好 继续加油 收到 好 好了 来 去吧 OK 今天这个现场特别温情 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是机场 很多很多的飞机一直在飞来飞去 就是那个声音会让我永远的记住 因为之前一直说战斗机升空的声音 是把天空撕裂的没有概念 但是真的近距离 零距离看着战斗机从机舱里 从那个仓库里滑出 然后在我然后滑到跑道上 然后再升空 那个声音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对 非常震撼 记忆犹新 好 这些机型和设备大家有什么 演员们分享一下拍摄之后的感受 好不好 胡锦老师您再来吧 我确实比你们要 我们这些人确实比你们要有点优势 你知道吗 我们确实坐进了歼20的坐舱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细节 其他的不能说 里面没有一个外门字 全是中文 好 我们一博你们一眼都 卢静同志 请站起来大家亮亮相 这个还有我们79年 作为女护士 跨境救助商业的王秀碧大姐 然后还有1985年 参加老山战斗的王宁女士 石头姐姐 在吗 给大家起来站一下 然后还有参加84年阅兵的 康辉大姐 站起来给大家试一下 好不好 而我是1987年 在老山战斗轮战的时候的 一个舰系排长 作为陆军的战友 为空军今天的进步 感到由衷的高兴 因为新一代的战争 地面战争的胜利 完全取决于空军 你们今天 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取得到强 伟大进步 展现在荧幕上 是振奋国人 振奋女心 向你们表示致敬 好的 也感谢您 感谢您感谢您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就把话筒交给下一位朋友 感谢您 真的向您致敬 也向您所有带来的朋友们致敬 好 我们公众 我们公众 张庭给雷宇带来的影响呢 张大队就像是师傅 也是兄长一样 带着雷宇进步 把雷宇带到了诗飞院 然后成为了诗飞员 然后从开始的高傲 然后倔 然后慢慢的 跟张大队慢慢的理解 然后进步 最后成长 因为毕竟经历了生死 对 没错 我们看到 见到了真实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请一博来说一下吧 其实如果 要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表达 自己的情绪的话 那个词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是我 真憨慌 好 那胡锡老师应该已经见过了是吧 当然 很多这集都见过 我连我都说不出来 学步表情 也是